2016年1月基隆市政府与大日开发公司签约 进行基隆市东岸立体停车场营运移转案计划 大日开发将改善地下四层停车场设备 并改建地上商场营运 全岸采用民间促餐OT模式 营运期满后所有资产属基隆市政府所有 期满后大日开发拥有两次续约权利 第一次三年 第二次两年 若营运期满顺利去约两次 大日开发将可营运十年 促餐全民是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 民间参与方式有BOT、ROT、OT、BTO、BOO 关于东岸广场的部分就是OT与ROT OT Operate Transfer 民间机构营运政府投资新建完成之建设 营运期建满后营运权归还市府 ROT Rehabited Operate Transfer 民间机构投资增建改建及新建政府现有建设并为营运 营运期间建满后营运权归还市府 但最终回归的概念 无论是OT或ROT 最后一个字母T Transfer回归 在取得合约之后 大日开发随即在1月30日与主副公司NET在私下拟定合约 一楼以上则尾由主副公司经营 因此在存租期间 主副公司NET拆除翻新的东岸商场一楼部分建筑 并新建了二到四楼新建筑 随即大日开发在105年6月20日提出基隆商场更改计划 在基隆市政府的默许下 全案由OT案逐渐走向ROT精神案 第一次续约合约内容明显有提到 委托营运资产 一至四楼至商场营运资产 而且配合市府点交所有二至四楼商场设备 而2020年10月 大日开发与主副公司NET签订合作同意书 主副公司NET将参与大日开发的工作团队 主副公司NET为东岸续约征案之协力厂商 主副公司NET合约并注明主副公司NET 本厂商以详阅投标须之级附件 至经营厂商全案履约完为止 遵守本案庆约规定 同理可知 主副公司NET应该知道契约的内容与规定 同年7月 检调搜索大日开发 竟找到其他投标厂商给市府的标书 原县追查到系交通处产性理事人员交付 时任交通处计证在办理 基用市性恶立体停车场委外经营管理案时 涉嫌泄密 利用职权独立 特标厂商大日开发取得更多公共空间 检调兵分多路搜索后 大日开发负责人及多位交通处官员遭收押警戒 因为大日开发新额停车场工程编案登上报纸影响形象 另外根据《粗餐法》第51-1条规定 经主办机关评定为营运绩效良好至民间机构 主办机关得于营运期限见满前 与该民间机构优先订约 有其继续营运 优先订约以一次违限 且延长期限不得与原投资契约期限 所以基用市政府不予续约 市府原以大日开发营运移转OT 委托营运期限至2024年1月31日 因此重新办理金融市东岸立体停车场增改修建营运移转 ROT案公告招商 本次参与的民间机构共死家 主妇服装服股份有限公司Net 太平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郑豪亭股份有限公司 及微风广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经内外部委员评选结果 2024年2月1日起 由微风广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经营 主妇服装Net在得标失利后 1月31日当日 金融市政府与大日开发点交资产 Net则主张拥有2到4楼的建物产权 阻挡东岸商场的交接 金融市政府则出示合约 强调资产营运范围 包括地上商场的4个楼层 不过根据金融市府与大日开发合约 商场批建完成后 云一运期满后 大日开发同意将批建完成之商场 无偿移转于金融市政府 2024年1月31日下午 金融市政府依合约与大日开发进行点交 完成东岸商场一楼与地下室停车的点交 但二楼里上的空间仍未完成点交 金融市政府交通处已于点交日前张贴公告 确遭不免人士恶意破坏 交通处同仁为避免点交过程发生激烈冲突 请警察局派员全程陪同保护双方权益 执行点交过程中皆尊重主妇公司Net 委任律师现场搜证及发言 且无发生任何冲突 更没有黑衣人到场的状况 另外东岸广场属于就用市民公有才 政府履行契约精神 况且如未顺利点交 商场营运将出现空转 市民或游客在商场上发生意外 也会产生后续赔偿争议问题 另外台北市政府先前也有类似案例 台北市政府体育局 于民国94年6月16日 与东森集团签订小巨蛋 委托经营管理契约 由东森经营体育和文艺本员等活动 后来东森集团爆发违标案 台北市政府体育局认为 东森已违反委托经营管理契约 对于96年8月16日终止合约 并于同年月17日及21日 通知东森点交小巨蛋的财物和资料 但东森不愿配合处理 市府遂于同年月22日强制接管 东森主张北市府不循法律途径 解决小巨蛋委托经营管理契约争议 尽强制接管小巨蛋 禁止东森员工进入办公 还强占小巨蛋内设备及财产 严重侵害东森财产权 因此肃请国赔 高院财新北市府见解 认为东森违约在先 市府有权强制接管小巨蛋 无不法侵害东森权力之情事 我在意的点只有三个 一、三十年 二、三十年 三、还是他差了三十年 2016年金融市议会民进党团 理案修改ROT案放夸免线 原还要改为无经营期限 当时做成局域的审查会主席苏任何 还是现任民进党 金融市党部主委 为期最高许可年限不得超过三十年 我只认为我们金融没有那么大的投资案 我们就把它限定在三十年 后面也可以在家 如果超过三十年 必须要由我们金融市议会同意 为什么固定权力金现在变成一千五百万 变成是缩水 然后还把这个签约的时间 一搞搞二十年加十年 现在的投资金额只有一亿五千万 金融市议员郑婉婷在脸书粉专上 提到微风只投资一亿五千万元的部分 完全是混淆视听 一亿五千万元是投标厂商最低投资额度 而微风走投资额其实是三点零八亿 另外一年只有一千五百万的权力金 这部分也不是事实 其中包括三项 分别是固定权力金 变动权力金和土地租金 事实上除了固定权力金每年一千五百万元之外 还有变动权力金每年约两千两百万 以及土地租金每年一千一百五十五万 这三项加起来就有四千八百五十五万 还有媒体同路回馈每年一千九百二十万 因此整年下来就有六千七百七十五万元 另外前基隆市长林佑昌表示 市府会向厂商抽超额利润的一半 当作变动权力金 但大日开发将商场以固定租金 乘租给主富公司Net 何来的超额利润呢 谢市府在去年其实整整有一整年 甚至至少半年以上的一个时间 来处理产权的登记 一般是拿到使用执照后 两三个月内去地震事务所 进行产权登记 但前市长林佑昌并无登记 造成产权模糊 并牵扯现任市长 去年三月不办理登记 前市府七年多来不去登记 反而怪罪现任着实奇怪 另外促差案件就算是优先订约 也是重新订约 而不是续约 所以早在第一次五年合约期满 也就是109年底 产权就因移转给金勇市政府完成登记 也非现任市长的责任 原本今年十月租到期 但承租业者一度不愿意搬离 市府没办法下 只得向法院递状要求强制执行 然后这样算算 五年来市库等同短收了好几千万 台北市政府原本承租的Net 位于西门庭建物 合约在2016年10月底到期 但因为Net没得标也没搬走 传租就是因为当初承租三层楼 院租仅110万元 每年仅1320万元 租金比当机行情少三分之一 台北市政府发函要求搬离 却遭到拒绝 这个谢国王市长是不是疯了 是喝醉酒了还是嗑药拉K 前朝市府的产权争议 却留给现任市长处理 还在公开新闻上说 人家嗑药吸毒 着实不妥也该道歉 另外当初OT案变成ROT精神案的过程中 是否要重新招标 当初是东岸停车场改建的OT案金额较小 如改成ROT案 就会有更多更大的企业来投资 这样的招标方式 是不是有读后大日开发的嫌疑 主妇公司Net 2024年在2月26日 报纸头版刊登道歉启示 表示公司与金融市政府 民事纠纷 领异交由司法判断 造成社会纷扰 向金融乡亲道歉 向台湾人民道歉 也呼应金融市政府一开始提到的 如有争议 一切交由司法解决 而非一开始就登头版批判 衍生成为正式上的口水恶斗